近两年来,像莫斯科夫、莫阿和罗尔顿都被完全高估并得到与自身价值完全不符的合同 如今NBA高层也将面临又一个休赛期 而今年休赛期大部分球队都将面对心惊空间状况不理想 阵容头重脚轻并且很难摆脱大部分合同等困境 正因为如此,有球队会冒险做出某些重磅举动也会非常正常的情况 那么下面我们最需要注意哪些球员 这些球员必须要有合理的离队机会 要知道像杜兰特已经表明会续约勇士 并且绝今完全能控制当家内线约及其签下续约合同 或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那么这些球员的未来就完全不需要预测 然而,以下两名全明星球员在真正有何时选择前 估计不会做出决定 他们也是自由球员市场最具吸引力的球员 勒布朗·詹姆斯 其实已经33岁的詹姆斯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第15个赛季 但他仍能打出自己传奇生涯最好的一个赛季 至少,这位四次常规赛MVP似乎能再次有所突破的可能 他继续证明每个人都错了 并达到全新的水平 作为相交传伙伴的维德 近日接受采访时说的 在他职业生涯的第15个赛季 33岁的年龄还要像他一样在场上一如既往地打球 这些都是让任何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詹姆斯有这种级别表现的情况下 他似乎仍会是争贯的热门人选 只是本赛季至今其实并没有像过去赛季那样 打出任何接近西部顶级球队的实力表现 毕竟目前骑士仅能排在东部第三的位置 并仅领先第四位的76元0.5个胜场差 简单来说 如果骑士未必能稳稳拿下剩余的几场比赛 他们甚至有跌出首轮主场优势行列的可能 而除了詹姆斯 目前詹姆斯阵中其他部分并不算有特别的优势 他们在尽效率排名上仅在第15位 并且防守端排名倒数第二 更何况在欧文出走后 骑士管理层根本没能找到 足以取代偶尔的球员 甚至连让乐福重新打出全明星级别 表现这点都没能做到 如今这只骑士仍较为以来33岁的詹姆斯 实际上后者的上场时间已经是联盟最高 而排贷前10位的球员都在29岁以下 詹姆斯明显需要